又发生了行车纠纷 双方还直接开窗互呛 一方布满另外一方下交流道 变换车道没有打方向灯 气得按喇叭提醒 正至下了交流道之后 直接开窗互呛 双方睁得面红耳赤 互不相让 火气都不小 交流道上白色轿车 想变换车道却没打灯 后方驾驶不但气得长 按喇叭提醒 而且在停等红灯时 直接开窗 你车这样开的哦 对方也不甘示弱 隔空回击 双方僵持不下 即便旁边乘客出身趁假 双方还是失控互喊别走 甚至扬言要报警处理 行车纠纷发生6号早上11点多 国道1号新竹湖口交流道附近 因为行车纠纷 双方下了交流道后 开窗互呛爆发口叫 违规驾驶变称自己有打车灯 但证据会说话违规事实 证据确凿 有吗 我要行车寄落去哦 变换车道时 未显示放箱灯 适宜后方 嫌疑后方车辆 造成中东事故 而引发行车纠纷 行车纠纷爆发口角 虽然违规驾驶有错在先 但在路上吵架还是危险 警方提醒保持冷静 拉开距离并报警处理 才是维护自身安全的好方法 记者徐志迁新入报道